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我手指啊 来准备 一起 夹 正在夹 将军情 包野野 光 无独家 坐嘎 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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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科学象象器一落来到了位于湖南省西南部的通道洞足自治线 刚刚迎的观众热烈掌声的这首合唱曲目就是洞足特有的洞足大哥 在洞足地区只要有隆重的集会就会有洞足大哥出现 现场第一玩笑的同学们根据自己爱好组成的合唱团 在暑假里走出了大山 为了晚上在篮球赛上的演出 同学们 同学们正在紧张地排练 一诺也想融入其中 不过好像遇到了一些麻烦 好 洞足大哥是什么样的 洞足舞企业 洞足对的吧 洞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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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让依诺体验了洞足大哥 那么依诺又会让孩子体验什么有趣的实验呢 欢迎来到科学学校题 我是一孟 都想听清明是吧 想 你们知道冰水是怎么做的吗 不知道 什么东西 带奶油 奶油 牛奶 果然冰 还有什么 盐 用盐干什么 加味道 你这是咸味的吗 对 好 好 我们来准备一下 好 嗯 这是什么 蛋奶牛 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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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牛奶 果然 盐 好 冰 那么现在展开想象力 怎么做这个冰水 先放点盐 先放点盐 哈哈 你要做一杯咸的奶油 是吧 哈哈 好 来 给你 一勺的盐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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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了 大半杯的奶油 嗯 加入两块冰 好 我预测 你这是咸的 并呆油 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它的形态 首先这形态是什么样的 液体 液体状的 对 所以肯定不是一种冰淇淋了对吧 第二部你来尝一下吧 来描述下你的节奏 来来来 别困点 什么味道 一个咸咸的 还有一根奶生 现在我尝试给你们做一点 好吧 好 首先牛奶和奶油倒在杯子里 这是第一步 我们把牛奶和奶油一比一的混合 然后放入密封袋中 好 我们倒一下 其实要把牛奶给倒进去 这有一步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把空气给盘空 因为要增大牛奶的接触面积 现在就要用到冰了 你们一直想把冰往液体里面加 对不对 但其实冰应该包裹在液体的外套 我们再拿一个大的袋子 就是有的很大的冰袋 对不对 你刚才提到一个把盐和冰混在一起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原理 你们知道吗 把盐放进去 会让冰的温度更低 现在把牛奶和奶油的混合物放进去 现在把盐倒入冰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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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我摇一下 好 在我制作冰淇淋的同时 已经开始洗手了 准备马上就要开餐了 对不对 好 开餐了 好 开餐了 再看一下啊 会是什么 很明显已经是固体了吧 摸一下摸一下 能吃吗 好 我们现在倒倒 想吃吗 不 一定好吃 好 我们现在给你 谁愿意尝 我要尝一下 你要尝一下 我要尝一下 好 我给你们每个人做一个好吧 好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里喝 甜点 还有一个芯菌 再加一点什么 卡梅人 可以吗 嗯 所以我们在家里可以用非常简单的科学原理和食材做出一个 美味的冰淇淋对不对 对 我要抽一个幸运的小观众 吃你吧 一口吃掉啊 你们还分享一下是吧 是不是我吃 别问了 太吃了 太吃了 为什么用冰块和盐就能快速的制作冰淇淋呢 我们都知道水在零度值会结冰 所以冰块的温度一般会在零摄氏度左右 但是盐水的结冰温度会更低 冰块撒上盐之后就会迅速融化 而这个融化的过程就需要吸收大量的热量 牛奶的热量被带走后就变成了冰淇淋 而不停摇晃的目的 就是让牛奶能够更快更均匀的降温 热大热天 开车前最痛苦的是什么 对 就是一开车门那股热浪 都让人不敢进车了 那究竟有没有办法让汽车迅速的降温呢 我们来看求人记者的尝试 好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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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三幅天高温的持续 相信很多车主都有这样的感受 爱车在太阳下暴闪一天之后 打开车门 滚过热浪一亮来 车里就像蒸笼一样让人吐不过气 肯定开空调啊 放一杯水 忍着呗 把车门开下来把空调开到巨大 打开第一个车门 然后打开第二个窗户 然后来回的抽动 面对突然袭来的热浪 很多人会选择立即开启空调 不过就算开得再猛也无济于事 温度根本不能迅速下降 而且会因为空调的超过工作而加大油耗 不过还有人竟然为了降温 直接将一盆冷水浇上去 7月26日 安慧的王先生就因为向车身 泼了几盆冷水 导致汽车的前辆玻璃当机开裂 白白损失了2000多元 冷水浇车阵的现象 在高温的情况下肯定不科学 本身暴晒之后 车的表面温度非常之高 最高温度能达到70度以上 突然冷水浇上去的话 它可能存在性热胀冷缩 如果玻璃存在瑕疵的情况下 它可能会突然炸泪 有这种可能 热胀冷缩的原理大家都懂 但在现实的生活中 却还是会被许多人忽视 那么要想给车内迅速降温 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最有效呢 求人记者展开实验 在这样的炎炎夏日 我们的爱车遭遇到爆晒 该怎么办呢 我们有三位车主 他们说有很好的方法 可以在30秒钟的时间之内 让自己的车降温10度 真的吗 赶紧来问问我们的车主 有什么小妙招吧 我们首先来问一问 这位帅气的车主 你的方法是 人工降温法 人工降温 要把副驾驶车开打开 开关车门 五次以上一半都 十次 好 我们再来问一下 这位车主 他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已经看到他已经大汗淋漓了 可见我们今天温度有多高 有什么小妙招呢 有那个快速降温剂 看看这里面是什么成分呢 就是干冰 如果把它喷出来 就可以快速的降温是吧 是的 那你喷出来给我看看 真的很冻的 很冷的 我们来问一下第三位车主 你有什么好方法呢 都是个酒精 全部都是酒精吗 一比十兑水 兑水 让我来试试 又可以消毒 又可以降温 这是个不错的方法 对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对三位车主的小妙招 来一一实验 看看谁的方法最有效 三十五度的高温 汽车爆闪了一个小时后 拿出方法效果最好呢 首先我来到了我们第一位志愿者旁边 我先来看看它车里的温度是多少度 来 我们现在可以把车门打开了 哇 现在 我太热了 一股热浪洗来 现在我看到的这上面的温度是 53.7度 来 我们第一位志愿者 你的方法是开关车门 是不是 我们现在赶紧来十次开关车门 看看一分钟之内 我们的温度会下降多少 来 然后进行的是开关车门法 好的我们的一号志愿者呢 现在是满头大汗 在这个十次开关车门的过程当中 我来看看现在的车内温度是多少度 50.8度 开关车门降温其实是拉松箱的原理 让室外的空气通过副驾驶的车窗进入车内 车内的热空气通过驾驶位的车门开关释放出去 促进车内外空气流通 温度自然就降下来 不过这种方法比较耗费体力 如果你刚好需要锻炼 就请大理山门吧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二号志愿者 他现在车内温度是多少度呢 首先打开车门 我们来看一下 哇塞 现在咱们温度计上显示的是53.5度 好 二号志愿者用你的方法 我们来给你的车降温 现在我们的二号志愿者拿着自己手上干冰的瓶子在里面喷 我想问一下您这个瓶子一瓶能喷几次 五次对吧 一瓶大概多少钱呢 15块钱 15块钱也不便宜 温完了之后我来看一看 49.2度 我觉得比一号志愿者的这个方法还是稍微有效一点 汽车降温剂主要成分是干冰 喷射后会吸收周围的热量 达到快速降低温度的效果 但是这种喷雾气的价格太贵 使用一次大概要三块钱左右 如果您不差钱还是可以使用的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三号志愿者他的车现在车内温度是多少度呢 请打开您的车门 哇塞 这个温度跟刚刚旁边那辆车也差不多啊 53.3度 赶紧用你的方式来给您的爱车降温 好的三号志愿者 你喷好了吗 喷好了 好的 为什么呢我们还要把这个车门敞开一下 可能是酒精还是要有一个挥发的过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三号志愿者的爱车现在是多少度呢 51.5度 只下降了几度而已 实验得出汽车降温键的方法最好 短短十几秒的时间可以降低4.3度 既方便又快捷 不过缺点是这个方法有点小贵 适合不差钱的车主 而人类开关车门的方法效果排第二 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降低了2.9度 可是在三十几度的高温下 反复的开关车门确实需要勇气 适合处在显得阶段的车主 而车内喷洒酒精 在之前的实验中效果最差 而且还会在汽车的座椅上留下水汽 可以说是最不靠谱的方法了 其实这些方法只是给您做参考 您用的顺手才算是好方法 不过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在上车第一时间打开空调 其实开空调也有技巧 想要既迅速又省油的给车内降温 还是有专门的方法 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所有的车门都打开 然后让车内进行一个完全的对流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发动机点火启动 同时把这个空调呢风量打到最大档 注意是风量而不是开AC 因为车在暴晒以后 它的发动机或者整体的车身都是一个处于高温的状态 如果这时候让发动机上来就进行一个大复合的运作呢 对机器不是一个最高效的这么一个方式 然后大概有一分钟 这个车内的高温呢就会被排除掉 建议把车窗呢先留一个小缝儿 然后打开AC 让这个冷空气和热空气进行一个完整的交替以后 我们就可以关闭车窗 然后开着空调正常形式了 在预事中使用玻璃门进行隔断 是很多家庭常用的干湿分离方式 但是你家的玻璃门够坚硬吗 会不会像接下来的新闻中那样一撞就碎呢 来看求真记者的调查 近日 辽宁本夕的张先生在家洗澡时不是滑倒 后脑勺磕到了律室的玻璃门上 使得整扇门的玻璃全部碎裂 张先生的右胳膊也因此扎上了一块十多厘米长的碎玻璃 泄露一地 洗澡就是滑了一脚 玻璃创碎了 玻璃下来就是砸了 砸大脑脉 把窗口还延长之后 发现下边的工脑脉 工经脉 完全断裂了 现在拇指和四指还被有麻 而且四指的活动有点障碍 张先生的遭遇不仅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浴室是我们每天都会接受到的地方 尤其到了夏天 洗澡更是频繁 善悠不慎 后果竟如此的严重 随后 成人记者也去到了几户居民家里做了调查 发现还真有不少市民 都在卫生间里安装了这隔离玻璃门 之前有家人摔倒碰撞过这个玻璃门吗 有的有的 就是小朋友洗澡调皮嘛 就跑进来玩 不小心就磕到上面了 这个是干化布里很安全 其实有什么意外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新闻中碎了一大片 那肯定是不能布里的 一些市民表示 新闻中张先生的家里安装的隔离门很可能是普通的玻璃 所以睡眠后才会形成大片的锋利碎片 割伤了大同脉 而通过记者的询问也证实了这样的猜测 普通玻璃 是以前的老师傅 以前都那样 家庭装修都卖过 根据住建部2003年发布的建筑安全玻璃管理规定 要求室内核断 浴室维护和屏风必须使用更加坚固的钢化玻璃 钢化玻璃又称为安全玻璃 是普通玻璃经过高温冷却之后 表面能够承受高压外力的玻璃 一般情况下 同等厚度的钢化玻璃抗充机的强度是普通玻璃的3到5倍 在最近几年使用的非常频繁 不过在之前建造的一些老师小区 家里并没有这种玻璃 大多都还保持着适用的普通玻璃 另外 与安全的钢化玻璃相比 普通玻璃至少低出了一倍的价格 也是很多市民辛辣的原因 这是好便宜的我才买的 这是开服上送的 调查发现 确实有一些市民家里用的是这种普通的玻璃门 尤其是在浴室和厨房比较潮湿的地方 更容易发生危险 浴室这个门 玻璃割伤的 每个月都有一两粒 整体夏天 而且大部分都是年龄大点 玻璃碎 有些人是直接倒上了 有些人直接是碎了就玻璃掉了 隔了胳膊腿的 这种东西还是比较常见的 专家强调 来医院就诊的 大多是被普通玻璃割伤的 那么与钢化玻璃相比 他们在脆裂之后 产生的危险又会有怎样的区别呢 在我身旁现在有两块玻璃 一块是钢化玻璃 一块是普通玻璃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实验 用我身旁的这个铁锤分别砸下两块玻璃 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普通玻璃 刚才我们看到普通玻璃比较容易被砸碎 而且碎了之后会形成大片的玻璃碎片 这样的碎片边缘比较锋利 一旦落在人体上 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伤害 我们再来看一下钢化玻璃 我们在敲击多次钢化玻璃之后 仍然没有反应 确实它是比较难碎的 球团戒者使出了浑身力气 才把钢化玻璃敲碎 不过与普通玻璃形成大片碎片不同 钢化玻璃碎片后 形成的是小颗粒状的碎片 它也就是一个极热 在一个极冷的这个原理 去掉了玻璃 捏发流 然后就达到这个玻璃度了 你像它一般的 10根分乘以10根分的这个框架之类 玻璃度都在40到46颗之间 都在40到46颗之间 那个蹲角也很少 你就穿了一件衣服 可能它衣服都过不尽 所以钢化玻璃对这个人体伤害 基本上是最小的 钢化玻璃它一般不会隔这么深 顶多这个玻璃砍到身体里 它不会形成一个尖 会深入之后 它不会说把生理工都给砸坏了 那么普通玻璃的危害力究竟有多大呢 我们玻璃场发片 都是用冷根发片 卸玻璃都是用冷根卸玻璃 我们都要跟骨科医院啊 签了协议 基本上一不小心 骨头玻璃喇喇的就有杀人 什么锅端血管啊 骨头 骨泼啊 这个情况都很多 求人到这里 新闻大教真提醒您 居家安全 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有些是像浴室厨房 这些地面容易潮湿的地方 更应该做好防护的措施 如果您家里有小孩子 建议您最好更换 有3C认证的钢化玻璃 硬度大 伤害程度小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 也可以将危险系数降到最低 那就是在玻璃上贴上防暴膜 根据调查我们发现 普通玻璃确实更容易碎 而且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如果您家里还是使用的普通玻璃 建议您贴上一层防暴玻璃膜 机器上防暴玻璃膜之后 即使经过多次的敲杂 普通玻璃的碎片也没有四处飞溅 全部都黏在了防暴玻璃膜上 对人体的危害降到了最小 很多人都会在家中尝备一些药物以防 万一但是有些药物不能同时吃啊 否则会出大问题 就在上个月 加入哈尔滨的霍女士 于晚上睡觉胃关窗着了凉 第二天起床就出现了 腹痛呕吐腹泻的症状 为了快的好起来 霍女士喝了祸身上汽水止吐止泻 想着肚子还疼 就又配上了头包消炎 可是没多久 霍女士的症状不但没有剪肌 还添了头痛呼吸困难的症状 随即她赶紧到一月就医 您知不知道头包和霍香蒸汽水 一起吃会中毒呢 不知道 这个我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嗯 很清楚 在我们的随机采访中发现 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 这两种药同时服用 会有中毒的反应 霍香蒸汽水 头包 这两种家庭常用药 一旦不小心同时服用 真的会有可怕的后果吗 求人记者 马上为我们揭开真相 现在我左手上拿到的这个霍香蒸汽水 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用的一种药品 那我看到这个成分里 除了我们熟悉的唇皮和白纸等等中药成分以外 它的辅料是水和乙醇 那现在我右手上拿到的这个头包呢 是生活当中常用的一种消炎药 今天瑜伽来到了一家专业的动物实验室 那一会儿呢 我们将用小白鼠来做一个实验 看看如果将这两种药同时服用 小白鼠会出现怎样的影响 不 Sherry 我们按照成年人一次用药的剂量 将一片头包与一瓶或香蒸汽水混合后 喂食给小白鼠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的小白鼠便出现了呼吸吸醋 心脏跳动过缩的情况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其实还正要从过香蒸汽水里面含有的乙醇说起 过香蒸汽水的制备工艺里 要用到酒精也就是乙醇 乙醇正常的 它在底内代谢变成二氧化碳和水排出去了 但是如果同时我们吃头包这类药 它会使乙醇变成乙醇之后 就没法继续进行下去了 就会卡壳 那么乙醇呢 就在体内这种蓄积 会刺激这种交感神经 产生这种头晕啊 头痛 这个恶心啊 面部潮红啊 心悸 甚至是这种休克的这种反应 也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说的这种双流轮压的作用 专家告诉我们 货香蒸汽水本身无大碍 只不过在制陪的过程中 所添加的酒精与头包形成了一个双流轮反应 它会使乙醇变成乙醇之后 平落在体内 从而刺激神经系统 导致动服 这也就和我们平时吃饭头包的药物后 不能喝酒是一个道理 其实如果你留意一下还会发现 现在不少药房也贴出了这样的告示 请不要货香蒸汽水和头包的药物一起不用 而除了货香蒸汽水 还有不能和头包药物一起吃的药物 比如我们常用的这种水滴水啊 甘草合剂啊等等 还有一些骨壳常用的一些中药 只要用到酒精这种成分的 那么它就不可以和这个头包的合用 18点金门大哲针将继续和我们投证 有人称吃到福寿罗遭遇寄生虫入侵大脑 这是真的吗 外出吃罗 你知道怎么分辨普通田罗和福寿罗吗 你在生活中遇到的一切传言 都可以在微博上at新闻大求证 或者添加新闻大求证的微信平台 也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中来 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让求证记者为您找到答案 那么明天再见